受到風暴年花影響 天文台在早上8點多發出3號強風訊號 至到下午4點多再改發8號西北列風或暴風訊號 年花在中午時份在廣東散美六峰沿海登陸 已轉躍為強烈熱帶風暴 下午5點集結在本港東北大約110公里 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 大致移向珠江後一帶 天文台預計本港今晚天氣會轉壞 並且有狂風大驟雨 何用心報讀 在8號風頭之下 尖沙最天星碼頭5點開始有雨 風勢逐漸增強 維港有湧浪 天文台在下午2點多預告改發8號波 洪水過海巴士站提早出現人龍 沒有說滿不滿意的 它都提早給你了 兩個小時預早給你們 你們有誕生的時間可以上落班收工 中環海旁的摩天輪 以及麗園都提早暫停營業 中環港外線碼頭去長洲的尾班船 挨慢6點45分開出 不少人趕船回家 九巴和龍運巴士日間路線維持正常服務 直至另行通知 新巴和城巴的日間服務在大約7點之後陸續暫停 港鐵列車輕貼服務維持正常 當風勢明顯轉強 駕空或者是路面鐵路服務就會暫停 機管局說晚上7點至明早6點 合共520班來往本港的航機需要重新編配 呼籲旅客出發之前留意航空公司最新的安排 教育局宣布所有學校停科 另外所有幼兒中心 長者服務中心 以及庇護工場等停止開放 醫管局核下所有夜間普通科門診診所 晚上也暫停服務 天文台說 蓮花中午在廣東六峰市附近登陸 之後向西移動 進一步影響本港 本港今晚會有旁風大驟雨 雖然蓮花在下午減弱成為強烈熱帶風暴 但它一路靠近珠江口一帶 是與香港的距離越來越近 預料它在今晚和明天凌晨時份 會是最接近香港 預料會在香港天文台以北100公里內掠過 天文台預測 蓮花明早遠離本港 預計雨勢和風力會減弱 週末期間天氣會好轉 亞洲電視記者何榮生報導 二同市賽子船 現在就是尖沙咀碼頭的賽子船 尖沙咀的風勢是怎樣 是呀 林詠文 我一直在尖沙咀這裡跟進情況 在4時40分之後 天文台發出8號訊號之後 風勢明顯增強 現在還開始下雨 剛才碼頭外面又出現了長長的人龍 市民等車放公回家 現在市民還在外面流連 在未肯回家住 碼頭外面還有人在釣魚 在活動方面 今晚的幻彩永香港已經宣佈取消 案名360都已經停止服務 在交通方面 港鐵宣佈會增加班次 疏度放公的人潮 個別站會實施人潮的管制 而新渡輪會在美班船6時半開出 天文台呼籲市民要做好防風的措施 然後在個別站也會實施人潮的管制 我會在這裡跟進風暴的最新情況 先將時間交回新聞部